七岁之前 乔治王子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那时候的乔治王子是幸福快乐的 他将自己的心思放在学习上 然后再去玩他想玩的游戏就可以了 有时候他会和弟弟妹妹在花园里寻找昆虫 有时候又会帮妈妈做家务 有时他又会和爸爸一起踢球 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将来的英国国王 在七岁生日那天 凯特向自己的儿子坦诚 他就是未来的英国国王 所以他们家才会住在城堡里 曾祖母是那个万人敬仰的女王 在很早之前 乔治王子就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 但是却不清楚自己的不同之处到底在哪 尽管那时的凯特和威廉想要隐藏儿子的身份 但是乔治早已有所察觉 据英国媒体的爆料 白金汉宫知情人士透露 伊丽莎白二世已经开始训练乔治王子 据说女王对乔治进行了一对一的辅导训练 女王可谓是用心良苦 君主教育是一项艰巨而繁重 因此伊丽莎白二世坚持要亲自培训乔治王子 似乎他不放心将自己的曾孙交给自己的儿子 国王这个身份过于沉重 如果不能及时地进行引导 乔治很有可能将会走弯路 就如同安德鲁王子和哈利王子一样 就算是查尔斯王子也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这也是伊丽莎白最为担心的问题 作为阶级最上层的象征 他们总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如何对乔治进行教育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和威廉王子一样 等到了一定的年纪 伊丽莎白二世也会定期地与乔治会面 会给他灌输君主的思想 君主的礼仪 君主制的意义等等 无论未来如何 伊丽莎白二世想要竭尽全力地帮助乔治王子 也希望曾孙未来的国王之路能够更加地平坦与顺利 不言而喻的是 留给英国女王的时间并不多了 女王也觉得自己活不到乔治成年的阶段 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 王室教育还是过于枯燥与乏味 虽然他十分尊重自己的祖母 和威廉以及查尔斯有所不同的是 伊丽莎白二世对乔治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态度 他会给乔治读自己年轻时的日记 也会给他看自己的家面典礼 鼓励也是表达爱的一种教育方式 众所周知的是 乔治是一个害羞和内敛的孩子 所以英国女王为曾孙制造了一种宽松和谐愉快的教育氛围 这种极具针对性以及以人为本的教育 会增加乔治的自信 也能让他更加地积极和上进 而乔治这一生都将为这个目标做着努力 直至他登上王位 无论是女王本人还是宝皇党 都非常害怕伊丽莎白二世一旦离开这个世界 英国君主制就会走向灭亡 因此乔治王子这一代面临的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无论如何在向自己的目标前进的同时 他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做双重准备 接下来是哈利王子真傻 一味地听信梅根与家人作对 现在落得个有家不能回 哈利王子是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的第二个儿子 他出生后的第二天 查尔斯王子带着威廉王子到医院看望他们母子 看到哈利王子的一头红发 查尔斯王子顿时显得不高兴 又是一个儿子 还是一头秀发 说完后 查尔斯王子丢下他们母子就走了 找朋友去打马球 应该说 哈利王子的出生加剧了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之间的矛盾 甚至外界有媒体爆料 哈利王子不是查尔斯王子的亲生儿子 他长得非常像戴安娜后来的好友休伊特 不过戴安娜最终还是否认了这件事 他认识休伊特是在哈利王子出生之后 戴安娜王妃是一位好母亲 他为两个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心 尤其是对哈利王子 他很担心哈利王子将来生活在威廉王子的阴影之中 所以他特别注重培养两个小王子的兄弟感情 让他们将来能够彼此关爱和睦相处 要是看到哈利王子现在这个场景 戴安娜王妃一定非常难过 在戴安娜王妃的精心照顾下 两个小王子健康成长 兄弟感情越来越好 可是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的婚姻却越来越糟 戴安娜王妃为了孩子勉强维持婚姻 因为她从小受到父母离婚的伤害 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遭受同样的痛苦 可是她和查尔斯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 她无能为力 没有想到离婚后的第二年 戴安娜王妃就在巴黎意外车祸身亡 还是给两个孩子经受了巨大的痛苦 尤其是哈利王子 精神几乎崩溃 虽然后来 伊丽莎白女王和查尔斯王子 对哈利王子格外关照 但是她们怎么也弥补不了戴安娜王妃对她的母爱 哈利王子出现了异常 哈利王子提前进入了青春期的逆反状态 她开始叛逆 与众不同 是非颠倒 与很多坏孩子一样 学会了抽烟 训酒 打架 斗殴 还偷着稀释大麻 给王室增添了很大的麻烦 查尔斯王子亲自带着她到非洲原始森林去度假 释放心情 伊丽莎白女王将她提前送到皇家海军陆战队 进行锻炼和培训 哈利王子虽然有所改变 但是她与王室的感情已经越来越远 尤其是在遇到梅根之后 哈利王子整个人都变了 她变得毫无主见 什么事情都听从梅根的 而梅根一直生活在美国 对英国王室并不了解 王室规矩也不能遵守 还一味地与凯特王妃攀比 闹得轴厉关系非常紧张 哈利王子不但不加以劝阻 反而一直站在梅根的立场 与凶嫂唱反调 弄得威廉王子也很不高兴 兄弟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 梅根后来鼓动哈利王子离开王室 回到美国 而哈利王子竟然听从了她的安排 和一岁的小阿琪跟着梅根就去了美国 让女王和王室成员大惑不解 到了美国 梅根就原形毕露 她让哈利王子揭秘王室的内部引擎 曝光他们与王室成员的私下交谈内容 引发媒体的兴趣来赚取不义之财 伊丽莎白女王非常的气愤 对他们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不允许他们以王室的身份 对外随意发表言论 损害王室的声誉 然而离开王室之后 梅根的胆子越来越大 她不仅将伊丽莎白女王的警告当成耳边风 她还变本加厉 让哈利王子以王室主要成员的身份出版书籍 哈利王子从小生活在王室 对王室了如指掌 她的自传当然会引起很多媒体的关注 而女王更担心哈利王子失去理智 将王室的一些隐情给暴露出来 因此女王已经废除了哈利王子和梅根的 一切王室职责和义务 甚至连哈利王子的军中职务都全部解除 他们不可以在意王室的身份 对外发表任何言论 这中间哈利王子两次回到王室 但王室成员早已不把她当家人看待 哈利王子听信梅根一直与家人作对 终于伤害了家人的心 现在哈利王子等于是有家不能回了